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会出现就是说这是错误的 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数位时代 随时随地都能接收与传播资讯 为了让长者更安全地使用3C产品 中家宽品港督庆联 来到新邦里的幸福学堂 为长者们上一堂媒体试读课程 一起来辨别何谓假讯集 当然是很好啦 谢谢中家来教我们里面怎么判读 说这个LINE或这个简讯 是不是正确 有的是假讯很多 有时候误传 做成大家困惹也很多 所以教你们说这个LINE和这个简讯 先去了解一下 是不是真的记者传出来 还是可靠的人士 还是说这一求证一下 假讯息的识别 要有一个那个判读的能力 然后知道在哪里去 那个内容 还要有作者 去看看这个内容 我们要详细看一下 这样子才可以 来上课的长者们认真听讲 有时也会针对有疑问的地方 向老师发问寻求解答 讲师透过有讲征达的互动方式 让长者回答题目 就能获得小礼品 借此将所学到的新知识 再一次地加深印象 有了这次的课程 让学员们都更清楚 日后使用网络时 若是收到来源不明 或是有争议的讯息 一定要透过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或是LINE讯息查证 来了解讯息真假 我不会随便乱传那个LINE出去了 看到就不敢传了 一定会这样 这个是真的要查到真的 真的才可以传出去 不要欧币相信 人们缩薄的缩工的事情 刚才他们有教导我们使用LINE 来辨识这些 有一些讯息的真假 那大家以后就可以 就把这些假的讯息 可以避免受骗 对 那真的是我们真的 今天受益良多 除了如何辨识假讯息 讲师还会播放性别相关影片 宣导性评观念 以及介绍公用频道的用途 大家一起度过愉快 有收获满满的早晨 记者黄共伟 庄书亭高雄采访报道